此次青少年现场绘画大赛规模甚为宏大,自4月启动以来,吸引了各族裔青少年的积极参与。 在刚刚结束的决赛中,145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和平、梦想等主题作画,通过富有创意的形式传递爱心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加拿大卑诗省代表John Nassabimana清零闭幕式现场并发表演讲。 他真切地谈道,自己孩童时代正逢乌干达战乱时期,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捐助,得以获得教育机会。 此次活动也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大力支持。 联邦老年事务国务部长黄陈小平指加拿大总理哈勃的贺信来到现场。 贺信说,希望能借此机会呼吁大众积极参与各类慈善活动,尽力改善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。 尤其是我们华裔的社团来启动更有意思,因为解释是世界杯,包括其他族裔的儿童也有机会参与。 青少年现场绘画大赛的发起人兼委员会会长孟伟章谈道,此次活动的特点在于将绘画的艺术形式与慈善相结合,同时激发了参赛选手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。 因为现在有60亿人,那么如果人人都每年捐一块钱,那世界上那种平坏儿童,我想应该不成问题。 我觉得大家只是一个爱心的传递。 18岁的陈毅超以强烈的层次感和饱含郁的构图获得青年组赢奖。 大众群体来说可能对这些事情都有一些麻痹,就是说大家一块钱,我宁愿去喝咖啡,所以说我捐这个200块钱的意义,就是说为了激励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。 此次绘画大赛受到了各国人士的关注与支持。 凤凰卫视祖克勤、何清清、温哥华报导。